说起来就离谱 在某不知名服务器中 有三位玩家正在举行场狩猎比赛 比赛内容就是在夜晚之前 看谁得到了羊毛最多 随后他们便朝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发 玩家因为有床的缘故 所以并不怎么上心 但还是要迎合一下 毕竟重在参与嘛 后面他在山顶查看一圈 发现附近没有羊之后 就选择了去挖矿 两位朋友玩的倒是挺开心的 一直在公平打字 汇报自己的战果 不过没多久 用户尼称有90的朋友 因为现实中有点事情 便离开了游戏 而他的离开 也间接终止了这场比赛 剩下的朋友表示 现在自己有点厌倦着羊 称现在就要回去 玩家回应了一句好的 便走进了房屋 谁知里面 竟莫名其妙多数件物品 那一个告示牌 写着去睡觉 睡觉 现在大排天怎么睡觉 不知怎么了 玩家突然感到这么不安 于是集邦询问朋友 是不是他干的 并且现在服务器中 只有他们两个人 而朋友的反应 进一步加深玩家的不安 他说 什么 没多久 朋友也回到了基地 然而思来想去 觉得是离开了90干的 从目前情况来看 也只能是他了 或许他现实中压根就没事 是故意离开 然后放置这个奇怪告示盘 为的就是吓他们 那么真实情况 当真如此吗 时间很快来到夜晚 因为只有一张床的缘故 朋友便提议自己先下线 等玩家度过黑夜之后 再重新上线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玩家躺在床上 公平却谈出道红字 内容也告诉他一致 去睡觉 玩家猛然惊醒 而外面仍然是黑夜 这不又带让上线的朋友 也感到似疑惑 为什么不睡觉 玩家联盟结识了前因后果 之后他们又探讨了一番 觉得这还是90两位朋友的恶作剧 但这里有个问题 红色字体 其实并不是特别新奇 通过某些指令就可以更改 问题是两位朋友都没有对应权限 而玩家自己又一直没有动过 所以这红字是什么情况的 难道服务器被什么入侵了吗 两人细思极恐 但口语没有证据 便没有多说什么 大概两分半之后 先前那位朋友再次上线 虽然说后调已经证明 不是他搞的鬼 但流程还是要走一下 也要顺便告诉他刚刚的事情 结果不出所料 90是否认自己所为 不过他却讲了件 之前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传言 说服务器中一旦频繁出现红字 和奇怪告示牌的话 请一定要小心 这就小心什么 朋友说忘了 我 说着他们便走了进去 谁是刚来到冰面 玩家便看到远处山坡 有一处亮光 而就在他观察之际 那道亮光 不对 准确然来说 是什么神秘实体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 冲得过来 玩家雪雕瞬间仅剩半格 而与此相比 伤害更高的 还是来自那未知的恐惧 三人非常害怕 急忙躲进了房屋 那这时候 就又有个问题 你为啥不开创造 玩家说 不是我不想 是不能 因为创造看一眼 就会 在房屋没待多久 窗户那里 便突然出现一张 非常恐怖的面孔 他是杰夫 紧紧着 杰夫走了进来 玩家见无路可退 只好尝试攻击 但 根本没用 杰夫盯着看了一会儿 他们的游戏角色 忽然失去控制 停留在原地 无法动摊 而他们 只能眼睁睁看着杰夫 上前干掉自己 好了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中内容就一刺刀四野 切不当根 那喜欢的小伙伴 请不要忘了三连走一走 我是绍萱 咱们下期见